看一下喔 也不能寫太寬 那你的最上面整個寫到這裡 露 點 從這裡平行 水部 最逆筆的方式 從這裡 這樣過來 從這裡往下按中 慢慢往旁邊走 L 呼提 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一號出去 這樣過來 呼 提 可以稍微出去 但是也不宜太重 霜滿天霜 平行 平行 平行它 裡面皮會比較細 方滿天 滿也是水部 平行它 然後這樣過來 往下 按中 從這裡過來 按過來 從滿天 往下按中 江峰以火 最稠 眠 拉長一點 要不然這會太貴 江峰 木字旁 拉下來 往旁邊抽 你不能太寬 因為這個要出去 因為如果 你這個寬了以後 這個 就劃不出去了 鱼火 鱼 兩點鮮血 或者是這個鮮血 或者是這個鮮血都可以 兩邊 最稠棉 兩邊 平行它 平行 這個出去 做 伸過來 對 牛 這樣對不對 這個心部 這樣對不對 往下 揪 出去 黏 這個筆有一點 這個 漆步 站過來 往這裡過來 揪 出去 好 哭 出成外行 哭 這個 女子 老師在等著改你的作業喔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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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往下,出去 3,3可以下来,往旁边再带一下 往上再往下,按得中 所以你比较不会写就是这个,对不对? 你要有个起伏,然后这个有点逆路就可以了 刚开始不会写也可以用创造的方式 就是改于自己的逃,大家为鬼就好了 夜半终生,夜可以这样写 好,选一个带 往下,重,出去 带,往两边带,往两边带 平行,由下,往上,再往下按重 你有个起伏就很好看啊 他就是那个头型,在注意,在这个 夜半 其实,一通百通啊 如果到最后 到最后几乎都是反射线动作 但是,也不能说光会了就不练 还是要练才有办法练活 那不,如果你不练那些技巧 大概三两年就会了 可是,为什么要学很久很久 那就是因为,光会技巧 如果你不常写 到最后都没有办法令我英勇 都会忘记啊 都没有办法去,再去创造更好的写的方式啊 那终生,道克传 那道呢,可以这样写,一个字 这样对不对 这样,然后站过来 刀就写完了,道,克传 好,克,头上面下来 这样有哦 往下按重,回头 好,这个粥就要写短一点 写窄一点啊 好,不,点 好,然后呢 就可以出去一点点 到克传 好,好 这是当季的封桥业头 好,像这种传说 就没有 więc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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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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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主要是讓它全部入鏡 我再來截圖做一個封面 沒有你沒有做封面 還在跑 那你可以先拍一張 不拍沒關係就是這樣